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由出版提及資金的問題 這本書中有很多篇幅 例如人們如何浪費資源、騙錢、作出一些明目 我們聽到這些都已經熟了一熟面 無論是甚麼時空都會發生 但當時究竟是怎樣運作的呢? 那個濫用資源的程度有多嚴重呢? 究竟他們是全心來騙錢? 所謂今天那些人血饅頭 還是他們真真正是相信自己做到的 不過是眼高手低 他們拿這筆錢的時候以為可以送付的 只不過是做不到的 但不是一個騙局 其實是更加像哪一種呢? 他們最初的話 都會是真的有個心來做的 但始終一有了錢之後 就會開始有麻煩 為甚麼會有麻煩呢? 可能涉及到很多的數目會不清楚 或者可能會有一些人突然間會查數 甚至可能有一些人士就會去想一下 究竟哪些人曾經來 真的需要有一些資助 來用一些錢 即是可能在美國那邊 給他一些錢之後 接著他再用這筆錢 來支援某些人士 其實那時候沒有很明確地寫下 他怎樣來給這些錢 或者怎樣來用這些錢 在那時候其實是沒有一些很詳細的證據 來列明出來 但是去到後來 大約是在1950年代中期的時候 發現了原來有一些資金 即是在美國那方面 原來也是算是挺浪費的 於是就會開始叫一些出版社 不論是在自由出版社也好 或者是有聯出版社也好 他們就會開始叫他們去寫清楚 每一條不同的數目 你大約是需要有多少的錢 是用來做些什麼 例如你究竟是用來出版 你又用來給一個印刷廠 用來給一些宿舍 建一些宿舍給一些工人 他們全部都會列得很清楚 於是他們在大約是50年代中期的時候 就開始真的叫做數目是比較清楚 你大約是可以用這個來作為一個分界線 當然他們去到大約是50年代後期的時候 美國的時候開始會削減資助 所以第一個叫做抹落或者是結業的一個出版社 就是自由出版社 大約在1959年後期的時候 就已經是結業了 他們在這段時間結業之後 其他的出版社 他們的營運也會 其他的資金也比較緊絕 所以他們慢慢的工作就會漸漸收縮 其實這些錢最多是用在什麼地方 出糧 顧問費 租地方給他們住 買機器 還是其實連這些 這些東西都沒有 如果你說在有聯出版社 其實他們這些東西都會寫得很清楚 大約每一樣東西他們會寫清楚 我要給一個出版社 因為他們自己有自己的出版社 有聯出版社 他們會給工人有多少資金 給他們大約有多少地方可以去住 因為在有聯出版社上面 仍然會有一個宿舍可以開放給他們住 這些其實他們都寫得清楚 還有那時候胡谷仁先生也會說過 他們會把金額壓得相對小 起碼會照做可以令到一些人士 即是在美國方面的人士 他們會信任他們 來去資助他們 但是如果你說在自由出版社那邊 是相對地去浪費 甚至那時候大約有一條數 以一個的金額是港幣來計算的話 總數是大約是資助了他們2,800萬 那在這2,800萬那裡 那究竟會去哪裏呢 有一些據報道所指 是拿來去縱橫馬圈 去了賭馬 那這些其實都會有涉及到在這裏 當然這些我們可以作為一些野史 一些花邊新聞來看 但是你會看得到的就是 兩間出版社方面 一個就會比較對自己的要求會比較高些 而另一邊就會叫做相對鬆散 有沒有一些記載呢 就是當時的圖面人物 因為分裝不暈 你說得更噁心 說得更好聽些 就是不同立場 不同理念 對資源的運用 有不同的意見 因為那時候其實都頗混亂的 有一些好道德情緒很高的人 在裏面 有某些名字 我本人很尊敬 也都見到有很多是混水摸雨的人 擺明是吹到好行 而且真的很誇張 就是看你介紹 譬如說聲稱有100萬猶擊隊 來的了 這些這樣來拿錢呢 那是多麼突破道德底線 那 有沒有多少人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而心灰意冷不玩 那你們都不是工作的 就只顧著拿錢 有沒有這樣的具體的案例 其實有的 在大約1951至1952年的時候 曾經試過有一些花邊新聞的報導 你說在自由出版社那裡 怎樣來有一些爭拗 甚至在裡面那裡 曾經試過發生一些打鬥事件 就是怎樣來到去 因為他怎樣去分裝不運 或者可能是說一些金錢上面的糾紛 要找一些政治大佬 來作為一個調停 因為那時候 謝程平先生在這個自由出版社 都已經是叫做話事人 但是始終在那時候 在金錢方面 其實不是說運用得很好 於是就會引發到很多下屬 有一些紛爭 就要靠一些政治上的大佬 來作為一些平息的行動 那時候就要靠誰呢 在那時候 謝程平和這個左信心 是屬於中國青年黨 他由這個中國青年黨 找左信心出來 擺平這些事情 還有他們就是要 你們即使不用去匯報 給美國一些金額的話 你都要向左信心先生 來作為一些匯報 至少有一條比較清楚的數字 讓大家來看得到 究竟在整個運作上 那些錢你大約是怎樣用 不會是你叫做立丸洗 其實在1951至1952年 都已經開始有這些事情了 只不過這些事情 我們剛才都說過 只是屬於一些花邊的新聞 是否有一個很確切的 來去知道究竟 他那裡涉及有多少個金額 又未至於 於是其實去傳入美國人 以中的話 就已經是去到1950年代的中期左右 於是他們的美國人 就開始來去 究竟一些的 如何來控制他們的資金 如何去負責管理 他們的營運 就要他們逐條逐條寫清楚 其實另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如果當時這些 第三勢力的雜誌 報刊、出版社 是受歡迎的話 為何不可以自力更生呢? 即是有人買的 那你就可以生存 就算沒有了贊助也好 都應該可以實在 如果根據市場運作的話 那有沒有這樣的例子呢? 即是有人生水喉 但他可以存在下去 有沒有這樣的成功例子? 有聯出版社那時候 曾經有想過 去到60年代的時候 曾經有想過 究竟他們可不可以來自立門戶 因為大家都會知道的話 有哪些有聯出版社的出版物 是會賺到錢呢? 中國學生周部 他買的話 是可以賣到星馬那一邊 甚至他 計算香港的話 其實已經是有幾萬份了 數目是非常之多 所以他去自立門戶 其實是有可能的 又或者另外一份 就是兒童樂園 大家都會很熟悉的 他如何出版叮噹 一本很出名的雜誌 其實這一本雜誌的話 他也是可以來賺錢的 但是他們除了這兩份的報刊 有沒有其他的報刊 可以賺到錢呢? 其實幾乎是沒有的 所以他們曾經去想過 究竟有沒有可能來自立門戶 如果從這兩份報刊的話 其實是可以來想想的 但是一要涉及到整個龐大的機構 整個有聯出版社的話 那就是會比較難一點 因為他們有涉及到的 剛才我們說過的兒童樂園 和中國學生周部之外 還有的大學生活 甚至可能是這個祖國周刊 以至是去到他們其他的出版物的話 他們要去支付的話 這邊賺了回來的錢 那邊來給出去 其實是會比較難一點 所以他們為什麼最終會沒有去自立門戶呢? 正正因為他們涉及到的一些出版物 整個龐大的機構 他們慢慢就會開始失去這個念頭 其實當時的資源 是不是另外有一筆 也是專門給一些前軍政要人 即是de facto的養老金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今天看回的回憶錄 那時候也是有板碎的 那用這個方式去給他們 是不是都算是某種的 復原機制 政治囚容等等 其實如果你說在這個 政治養老金那方面的話 美國那方面就不算叫做 是給了很多他們的 因為在這個 他們美國人的眼中 他們是要有 這班人要有一定的付出 要有一定做到的事情出來 他們才會給一班金額 來給這些人士 我舉一個例子 張國彤就是以前中共的政要 甚至是比毛澤東地位更高的人物 他去幫這個第三勢力做事 他是要怎樣拿到一筆的資金 他出版這個回憶錄 我的回憶 他是去和美國那邊做一些口述歷史 才會是拿到一筆的金額 你說他是不是要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來拿到更多的金額 他就會出了另外一份的雜誌 叫做中國之星 他在這些雜誌 或者是出版這些回憶錄 他們才是可以得到 他們想要的一些金額 於是我們未必說真的會 見得到有很多的養老金 叫做去給他們 至於在板稅那方面 剛才問到 板稅那方面的話 他們的板稅不是叫做很多 大約那時候是會有一千字來計算五元 所謂我們叫做千至五元 這是一個大約的金額 當然有一些報刊在第三勢力那裏 會給予多些 例如在亞洲出版社那裏 怎樣為這些叫做多些 他是可以一千字 給到二十元都可以 所以就吸引了很多一些著名人士 來去參與他們這個運作 例如有哪些可能說的一個很出名的作家 叫做趙之番 他出版這個半校的樓社會 他就在亞洲出版社那裏出版 又或者可能是一些另外的文化界人士 例如羅香林 又或者可能是余英時 易君佐那些 也曾經在亞洲出版社那裏做一些出版 正是因為這一個叫做比較龐大的金額 所以他們那邊的出版物 亦都會叫做比較多些 除了文化之外 其實整個第三勢力運動 本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包含是武中鬥爭 那時候也說過要搞軍隊 那這一塊又搞成怎樣呢 究竟做過什麼 什麼人負責 以及究竟怎樣吹到一百萬遊擊隊出來 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 因為他們去說的話 其實是涉及到一些大陸的情況 在大陸的情況 他們對於1949年之後 各個的掌握的話 其實都會相對的片面 因為他們都已經是叫做出來了 叫做不在中國大陸那裏 不論是在美國自己本身 或者是在香港自己本身 那麼他們的了解程度 都會叫做相對低 那麼他們是低到一個怎樣的程度 是可以去騙到人呢 我在這個廣東那裏 有幾多的遊擊隊 有大約是有幾多千人 而另外一邊又會有幾多白人 他們就會想一下怎樣來 去組合他們 但其實原來這些的遊擊隊 已經一早就來 被人家去剿滅了 或者可能已經被人家去拘捕了 所以在那時候的話 他們能夠去吹到他們出來的話 正正就是因為他們已經離開了這個地方 而美國或者是他們自己本身 也都未能夠好去掌握得到 究竟裡面的實際情況是怎樣 於是他們就會很多就是叫做以我喘我 有很多這些這樣的說法 你會是令到美國人相信的話 他們騙到筆錢回來的話 就已經可以盛視了